我 你家冰箱有这么大吗 我给朋友带的 送你 我又不喝酒 就是因为你不喝酒啊 下次我喝的时候 你就用这个跟我碰杯 谢谢 不客气 下午怎么去考察 他们有车来接 既然来考察就用点心 好的经验就学 不好的经验 当警醒自己 这个好可爱 好的 不好意思 这个 你今天有空吗 十分钟后 酒店三点见 大哥 我也是 你只是要 有什么事 我心里有 我就知道 我心里是 还会败 不没 如果我心里就 我心里就有 可是你 思考和反省的地方 比如 你好 又怎么了 怎么了 你之前不是说 德曼 拜瓦 这科技不错吗 我就着重考察了这几家 我发现他们的负责人 都好谦逊哦 而且给人一种 很踏实的感觉 对 拜托 我就觉得果然 公司成功都是有原因的 还有你上次 在深圳说的那个话 从小处着手 抓住时机 顺应市场 发现需求 合着你这一次来 是来考察我讲话的真实心 没有 我就是自己亲身经历了以后 感受更真切嘛 其他公司呢 我还去了塔贝 赛梅 但是他们呢就略显浮夸 员工和老板就是满口的梦想 但是你一问到具体的业务 就全部压活 所以跟着一个优秀的领导 还有优秀的企业学习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说吧 约我到底什么事 我后天就回国了 我想在这之前 可不可以去东阳基地参观一下 明天下午两点 酒店门口见 太好了 你答应了 吃饭了吗 没有 学得不错 我可以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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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阳基地于2017年十月建成 当时只有一栋楼 一栋规划占地九亿木 到了现在 二栋已经完成了 总共占地二十亿木 前面是三栋 还在建设中 那栋楼是干什么的 那是研发中心 那边是实验室 旁边是生产基地 这儿环境好好啊 正面照片墙 记载了东阳集团 在慕尼黑这些年的发展史 为什么失败的产品 也会放在上面 成功的光环转身即逝 失败的教训 却能警戒我们不断向前 那他们当初 为什么会研发失败啊 技术瓶颈 主要还是对市场的趋势 分析不准 其实开发新产品 就像赌博一样 只不过有些人 精通一些规律和算法 但不是百度百应 东阳这种大集团 实力雄厚 还可以试错 像我们这种小公司 一旦错了 可能就完蛋了 我最近一直在想 星辰的产品定位 就怕选错产品 我还把汉海的全线产品 都研究了一遍 想过跟他们正面竞争 但是又怕被碾成炮灰 有竞争意识是好事 但不能被对手乱了阵脚 选产品要根据自身情况出发 公司要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和风格 才有竞争力 你们基地还建了篮球馆啊 是啊 压力大的时候就会来的 你在德国的时候压力很大 但是后来我想明白了 有压力才有动力 只要把心态调整好 自己转换过来就好了 回头吗 当然 我教你 来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